好,回來拍攝春秋 這個星期其實有一部電影 我們都有興趣去講的 就是登月第一日 登月第一日就是威尼斯的開幕電影 亦都是賴恩·高斯玲和導演的再一次合作 其實為什麼會講這部電影呢? 因為其實這部電影如果大家有看導演的前作 其實你進去的時候可能有些人想著 當然是講這個岩士堂怎麼登月的成功 當然是很熱血沸 拍到熱血沸騰是很激昂的 甚至乎可能你古動真我這樣拍的陰暗片都拍到很激昂 其實講開又講這個導演都算是 平暴精文算是這樣 你想一下他當時我們接觸他 是看可能Sun Dance 古動真我 是獨立電影來的只是古動真我只是 之後再拍已經是去到Lalala 那現在在Lalala 甚至乎奧斯卡有羅障 去到現在拍這些是頂級大片來的 有這個史畢寶做Executive producer照著他 真是人家Sun Dance出的導演可以平暴清雲得那麼厲害 這個導演其實如果你看完這部電影 你都不明白為什麼他會平暴清雲得那麼厲害 其實我們看過三個作品 其實三個作品的風格都不同的 好像這套登月第一人 其實如果你一直看下去 它是很沉鬱的 那個感覺 如果你以為你進去看阿波羅十三號 或者是以前那套 歌舞版的阿波羅十三號 或者以為是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那類很激昂的 很激昂的精神 如果你想看這個 你以為是這個朗侯 或者是羅拔詹米基斯那類的風格 Sorry 這套是不會有的 我覺得這個是導演 戴米恩查數 和他們這些前輩的分別在此 這套其實只不過是 故事其實很簡單 就是根據《岩士堂傳記》去改編 用它為中心 說回1961年至69年之間 如何籌備至於登月任務 那段時間 他的心路歷程 其實主要是說回岩士堂的人 他如何面對 他由開始 初初是一個基斯 又如何考進去 考進去之後 他經歷了很多同伴的離世 受傷 以及經過很多失敗 他才能夠做了登月任務 但是岩士堂本身 他最大的陰霾就是他女兒的離開 一直困擾著 直至他上到月球那一刻 其實他叫做放低一點的 但是其實之前你看到他的衝擊 其實作為一個觀眾看 都很難過 好像他身邊的人一個一個離開 而且這個登月任務並不是很輝煌 我們看那些很激活 其實當中涉及了很多東西 很多同伴的 說真的 他一個登月任務其實用了很多錢 錢是其次 但是很多很優秀的人 尤其是那個爆炸事件 其實當時都很震撼的 其實你看到那裡是很辛苦的 因為其實他的電影是很安靜的 不如這麼說 很多時候都是炮音效 或者是一些主觀鏡 尤其是他有兩個攝影鏡頭 其實看到如果 我很慶幸 我不是看IMAX 如果看IMAX 我應該會嘔的 我問人家 是不是看IMAX會好些 有朋友就說 因為IMAX 我去到I Square去看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當然有些人會說 這部戲很好看 很喜歡看 整整天最好看這部 我不會 一定要有人這樣說 也有人會說很悶 每一套戲都有人說 全城西宇宙都是 其實這套戲 回到之前《古動真我》 或者《Lala》那種娛樂 這麼有戲劇的衝擊手法來講 這套相對上不是原來是另一回事 他真的集中一個人 去講他那個 你說這個男人 我想這個岩仕堂 他心裏不覺得自己是成功的 他很失敗 因為剛才他的女兒死了 救不了 之後 其實他是逃避現實的 他為什麼要這麼拼命去做精兇任務 他不是要離棄他的家 但他不想去面對 他不知道怎麼面對女兒死了 他怎麼面對自己剩下的家人 所以他就拼命去參加這個精兇任務 通過這麼多測試 你以為測試不是人的 不是人 我看到我都想吐 是扔到你這個人 吐完又要再試 然後 其實也很悲壯 因為亞波羅13號之後 顯起了什麼太空片熱潮那類 Tom Hanks也監製《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以前《明珠頭》也播過 真的拍了 由這個水星計劃開始到這個登月 即是亞波羅計劃 那段他們怎樣失敗 怎樣成功發 那些東西都拍了出來 那時候電視版的《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他真的拍了《阿波羅1號》出事 從頭到尾都拍了出來 但那種是很事不保 很朗後活的 即是說悲壯 即是時候加一句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憤不顧身拍色那個火花 但是來到《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他很快就告訴你 即是他淡化了《岩士堂》的英雄色彩 是的 他沒有 其實很平實 他不單是淡化了個人色彩 他特別找一些演員 他原來不是一種完美男人 好像艾德玲那樣 原來在其他人眼中 可能是一個口多多 甚至是一個挺困困的人 這個人是口賤 不如這樣說 但是人是有很多種的 我覺得他最棒是 就算他最後精空任務 你會覺得那三個人 包括《岩士堂》 那三個其實都是充滿缺點的人 不是說好像英雄式 不是的 其實是 其實你看他們三個 好像我們網口多多那個 其實他由開機開始上去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他是充滿恐懼 即是每個人去到這個位置 好像握了你進去之後 你好像死就死了 但是他不是那些說 豁然出來 好吧 我死就死了 不是的 其實你看到他是眼神充滿恐懼 到可以落到地上的時候 那個興奮好像小朋友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人 人呢 人性的 我覺得這些是 他很人性 很貼地 不如這樣說他拍的東西 不是說我們看那些很英雄 好像你說什麼老後活 或者是 其實這套都是史不寶監製的 是 但是史不寶 他老實不得來 他都要放手給年輕人搞的 即聖索爾維就說 這套戲出了街之後 川普不知什麼 無緣無故故說了這套戲 沒動過國旗出來 我說這套戲是不好的 我是不會看那套戲 我覺得其實他扮東西的 我覺得 川普不會不經大佬 說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 因為其實我看到有人說 為何它沒有插過國旗 其實是有的 有很遠景在 即是他沒有做甲國旗的動作出來 因為他插國旗不是他落地球之後的第一個任務 你說老吧 當然是要先探望地面 探望後再插才走 反而你說得剛剛 他花了最多的時間不是拍他在地上走 而是落地那一下 其實作為一個觀眾看到我們都很緊張 雖然你知道任務是成功了 但是他真的好如實地帶來觀眾告訴你 他們在機艙裡面看到的東西 即使好像上次他們有一個任務 其實那裡我看得我真的 我當時的岩仕堂真的很痛苦 就是他們第一次上升空 但是因為那個推進器出了問題 他就不斷在那邊轉 那裡我覺得如果我真的吐了九勢 那裡是很恐怖的 他完全是一個很密密 如果這部電影有幽閉恐懼症的人看 其實我想都會有點辛苦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很狹窄的空間 然後透過主角的眼 去看外面的景象 然後有任何事都是在一個很狹窄的空間裡面發生 其實都挺壓迫感 挺重的 他就讓你看了那張實太陽人 其實就是看到這樣的東西 而且他說那裡 你記得他們一開始上升空間的時候 那些工程人員你覺得有點傻 即是他就說 這裏掉了 不要緊了 找些東西撩一撩他 其實你覺得這麼傻 好像我們往時覺得 那些人很professional 咦?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說 即是那次連主角都說 你這樣撩一撩一撩出來 即是其實有些東西塞住了 拆不回 還有你會覺得那些東西很土豪 其實你覺得那一刻 你會覺得他會掉出來 他會掉出來 其實很恐懼的 即是你這樣 你射一個人上太空 你就坐著一個這樣的東西上太空 是啊 其實都挺恐怖的 其實我不是說恐怖 我喜歡這部電影是 它很貼地 它所有說的東西 它不會美化NASA 事實上那時候 1.60幾年 你覺得那些東西 會不會這麼漂亮 當然不會 都是像鐵皮 來的 甚至乎他說的那些 登月替的話 其實成本太高 即是換成你現在的社會來說 我覺得可能後果就好像 好像東大如填海 真的 冰白如山島 即是你去裡面 去裡面插播一個黑人唱的歌 即是說白鬼上太空 我們就窮 窮到吃東西沒得住 那對比就是這樣 譬如說香港的 你醫療也不理你 平民的東西也不理你 你什麼都不理你 就去填一個海 其實很簡單 所謂升空計劃 好像很美其名廣老 我們一定要登月 其實你如果有看一部電影 它是不斷和蘇聯在競賽 因為那時候它和蘇聯是死對頭 蘇聯做不到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然後它們放很多資源下去 但是其實你看到裡面 先是它的 其實它有兩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撞機死 第二個就是那個計劃 炸死那些 其中一國 燒死了太空人 其實你會覺得 好像岩善堂 她太太所說 她以前做機師 經常去喪禮 但是到現在已經很多年都沒有 但是一去 她就勾起她那些 勾起那些很慘痛的回憶 其實是 所以說這部電影 尤其是蘇聯高斯林 不知道為什麼 很擅長做這些角色 她很擅長做一些很沉默的角色 你看過她《Valentine》 都知道了 是啊 那時候 情深叮一眼 你也知道 你迷死了很多女性 那麼這部電影 也有人說 她又是做到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她是給我那個感覺 就是很 孤獨 是啊 很孤高 就是很孤高 就是有些恐懼的角色 就是你這部電影 其實你又不太看到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團隊其實是不太看到的 真的看不到的 這部電影 反而你長時間是看到那個 那個太陽人 他坐了在太陽倉 或者甚至乎去到 登陸月球那一刻 其實是 整個都沒有的 是啊 其實很孤單 就是好像 她很多時候 拍她們 就算受訓 其實都是拍一兩幕 很短的 而且 又要丟她去應付一些政客 還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感覺 我覺得這部電影的調音都挺暗的 嗯 就是很灰灰沉沉的 就是她不是說很色彩 好像很色彩 好像很色彩 雖然說得這麼淒涼的故事 但是這部電影不是的 她的調音好像真的保持著 在60年代 那些泛黃的 我覺得整個畫面都是 然後說她和她太太 其實如果你看她的太太 都更加辛苦 她太太是要 她老公是冰冰冷冷的 其實是 然後你是不是說她是壞人 她又不是 不過你好像Annis剛剛說 她是不斷逃避的 所以她要應付整個家庭 又要好像 那個老公好像有等於沒有 又要照顧兩個兒子 你見其他 岩志堂對兩個兒子的關係 都好像很疏離 其實她好像 尤其是 你說好像小兒子出了小兒之後 你是不是覺得她很著弱 你又不覺得她又很特別著弱 因為她很多心事重重 她不斷是 一個心系著她死了那個女兒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人 其實真的是很 就是 除了拿這些東西來做逃避之外 你會覺得這個人是一路都不開心 不如這麼說 我覺得她是不開心的 即使她這麼厲害 其實是 所以這套戲 如果你說進去看 我為了進去看 那些很激昂的那些 就 我想會有落差的 其實是 那你們都不會這樣 心態進去的 其實是 你看到這個導演的話 是 嗯 跟著我們講另一套電影 這個電影 這個電影就今個星期會上畫 之前在 這個童字影前 和一個 Sundance Sundance上面都有 都有選影到 Sundance那場是 直接導演上來的 是不是 沒有來 沒有來 最後她有私人原因 沒有來到香港 那都 Sundance慣禮 拍多段 有條片 導演跟大家講兩句 這樣 那她講了些什麼呢 記不記得呢 她都是說 不好意思 突然間有事 來不了香港 因為我是一個工作狂 這樣 然後她說 你們享受這套電影 其實這套電影 都是講了我的心聲 那些循例的說話 但都OK 我也覺得有誠意 那這套電影就叫做 性教育 我就不太喜歡這個片名 她英文片名是好一點的 Mis Education of Cameron Pros 但你台灣的譯名也對 她的錯誤教育 在台北電影節隊員都上 都上過一兩場的 那其實這套電影是 改編成一個 同名的唱宵小說 其實故事那個 那個時間是比較推遲 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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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沒有什麼手機 其實故事很簡單 就是由嘉儀莫銳飾演的 少女 Cameron 她在學校舞會裡面 就和一個好朋友 就有一個親密關係被人發現了 之後呢 然後阿姨是她父母傷亡 阿姨就將她送進去一個 叫做主樂會的治療中心 進行一個性取向的改造 然後呢 其實導師是用一些強硬的手段 或者是福音的搖滾惡 將她們咬直的 對 到了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最諷刺的是 你會發現 所謂這些治療 表面上好像治療了這班年輕人 實際上骨子裡 他們是沒有直過 沒有亂 即是沒有改變過 然後就是主要說這件事 但是呢 這裡是令我欣賞 先講欣賞的地方 就是她不會有很多很善情的東西 其實是 即是她不會說 看到你很不舒服 那些治療 但是你會覺得很荒謬 其實 我們那次也講過 阿Thomas 你可以講一下 他的福音治療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如果講一套戲 坦白講 那我自己也是教徒 那我都曾經做 即是之前讀書做的那些research 都曾經接觸過 這件事的咬直治療 那其實這一套戲裡面講的那種咬直治療 其實都是 其實都是要你去 即是用一些福音的訊息 來去改變你一些 一些去稱之為罪的歪念 就是 如果坦白講 其實她這一種治療方式 就不算說太過極端的 是 因為如果你說最極端的咬直治療 現在被人禁了 那些就是用電擊 是 現在大陸好像都還說 有醫院說方式可以用電擊來去 去 改變別人的性取向 嗯 她這個只是福音而已 就是唱歌 然後找一些同志 互相監視你 就看看你有沒有 其實她這個是 她那個所謂的咬直治療 是 很奇怪就是 她要你 即是寫壞了一座冰山 是啊 你免得看到這一層而已 那不如你寫下 有些什麼原因 會令到你變成一個 同志 同性戀者 嗯 從教育的角度來講 其實這件事是普遍的 因為教會其實都強調 都強調的 就是說 可能你小時候發生了一些事 或者是你家族裏面 發生了一些事 是令到你可能那個聖經 是會 即是有些改變 是怎樣的 我自己看這件事 我覺得很荒謬 其實你只不過要他們交功課而已 是啊 他們都說 你寫那些 他們最喜歡聽這些 那你照樣寫給他們就可以了 他這種咬直治療 其實我覺得 有問題的地方 不是在於 那兩夫妻的苦心 因為其實 作為他們的角度來說 他們的教徒 他們兩個是兩子弟來的 兩子弟 因為他很好笑 最好笑的是那個男的 其實本來是同性戀者來的 但是在姐姐的教化之下 他說 我已經咬直了 但是然後 好像分配了一個導師給他 就是這些兩個 是拍拖的 他咬直完之後 但是事實上 如果你看 洗完整腦的時候 你會很問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究竟是不是真的咬直了 是啊 我覺得他沒有咬直 因為如果你根據一些 統計資料的話 這個又是其中一個 即是 基督教的一個 精神科醫生 要看桂華 其實這個人 其實在香港 很多同志 罵他 他都說 真正成功咬直的 即是 同性戀者 其實 百分之十左右 才可以 所以 正正因為 其實很多同志 就是在片 這一種 即是要用咬直治療 就是因為 即是你在 在給一個錯誤的期望 給別人 就是說 你以為我 進來這個型 我就一定能夠 直嗎 他就好像是 將他們扔在深山野嶺 與世隔絕 他以為這樣 他們就會直 然後是很諷刺 因為他們要說 要隔絕所有的邪念 對啊 電話都不能打的 就好像他們的退休院 其實就是 但是這個 祖少爺會令到 你覺得他們 有些事情很荒謬 就好像有個群組 然後就 你分享一下這些事情 其實好像 大家很逼自己 其實你會覺得 那幫年輕人 是逼自己 其實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會這樣 嗯 一定是因為這樣 但其實本身 那個 那個性取向 是跟他們 這件事 是有很大的衝擊 他們不斷在 腦裏面 是有很大的衝擊 直到片尾 發生了一件事 令到 Cameron 和他兩個好朋友 終於知道 其實這個 不可以的 反而會有傷害 對我們自己 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 進行這些 這麼荒謬的事情 其實會有個反思 其實是 那這個好體在 就是 你會看到他們 那些很荒謬 就是好像 有些同學 好像 我覺得好像文革式 那樣 就是說 我會互相監視 你這樣不對的 我要告訴先生 我要告法 為什麼 其實他自己 都在盤算 其實我是不是 真的 我是不是真的 值回 其實我本身 是一個 人 是不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會有很多 這件事的反思 而且你一直看 一直覺得 這樣做就可以 咬得直的了 是啊 還要給那麼多錢 你說咬直這件事 就是 現在說回近代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心理學協會 其實都已經 都已經 已經claim了同性戀 不是一個病態 所以其實咬直治療 這件事 其實有些地方是禁了的 就是台灣是 現在好像說 立了一條法 禁止一些咬直治療 甚至乎 你現在在香港 有一個新做的人協會 有網媒曾經是放蛇做過這件事的 那他都說 其實 裏面的東西 其實跟 即是他 公開說話 其實可能是有些分別的 因為不能說 但是他透過Cameron這個角色 我也很想說 其實阿嘉賢莫銳 他本身的演技 大家都 其實他小時候 我已經覺得他演得很好 這套戲 我覺得他很平穩 我覺得他演得很沉實 就是不會說很 因為其實你 逢是演這些角色 我覺得有些人會演得很用力的 但是我覺得他很舒服 他做得 不是 其實這個角色跟他本身都相似 因為這個角色是 我覺得本身 Camera Post這個角色是 有少少早熟的一個女生 其實他認識很多東西的 他是一個小妹 是他年紀的小妹 但是他的腦子 他想的東西已經 其實都幾大了 其實他做這些角色來講 是沒有問題的 那一套戲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特別留意 是他拿了很多他的 close-up 就是避一避他的身形 或者他在成長的階段的肉體 所以那一套戲 我覺得最好看的 反而不是Camera這個角色 他是一個 就是一個嚮導 帶你進去這個地方之後 是 他身邊其他接受咬直治療的人 是最好看的 都很有趣的 其實那些有男有女 就算是他的同房 或者是那個肥妹 其實你會很深印象的 對這幾個人 他們就 即是他的同房就說 可能我一定是經常和我老爸 顧著看球 搞到我自己成個男人 以為自己喜歡女人 就是會用這些東西去騙自己 說為什麼自己是一個同性 那個肥妹就說 因為我崇拜合唱團的師姐 所以因為我很想像她這樣 所以我就愛上了她 這個是錯的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好笑的 你覺得每一方面的理由都是很好笑 他們做一些東西出來 是作一個理由出來 交工課給你 這個是交工課 這個是交工課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不排除有這樣的因素 但是 你那幫人其實在那個環境裡 其實不是一個自由的環境裡面 是啊 是密閉的環境 就是封閉的環境 而其實你是在有條件之下 如果你能夠達成到 某樣的要求 你就可以離開出去 或者其他事情 你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你怎麼能夠真心坦白說 你那個心理的問題呢 所以這套好笑 拍出他們的荒謬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難看 因為其實 像Cannon做一個響導 其實環境就是這樣 裡面的人就是這樣 就由觀眾自己判斷 其實我剛剛不是說過 那個導師 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開放結 其實導師 你覺得他有沒有咬直 而在每一個方 尤其是在最後 你看到他的行為 其實你覺得他在騙自己 不是 我覺得他最後 他覺得這個計劃其實是不成功的 所以他才放了他走 是啊 如果不是一定會抓他走 一定 是啊 所以我說好看賽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禮拜 其實這套戲 接下來這個禮拜會上的 我們可以說下個禮拜 其實下個禮拜很多戲上的 有一套戲 其實我和阿基也都是極力推薦的 就是這個人肉搜尋 Sherching 應該是這類型的片 我覺得真的拍得最成功的一套 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可以下個禮拜說 因為其實這套戲是不移穿橋的 另外一套就是 《星夢情深》 其實輸了很久 《A Star Is Born》 有這個Lady Gaga的演出 還有Berry Cooper 第一次做導演 自導自演 那就 這首歌我就覺得不算特別好聽 是都會看的 是的 另外一套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叫《血清灘之中》 血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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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特 benefit 他講那套戲 就是講那套戲 就是講那套戲 就是真的 有些鬼 進去殺人 這些很典型的B級片 B、C級片 再來就是這個日本片 《拉普拉斯的魔女》 《三次純屎》的新作 有一個《趕賴靈》 還有這個《鷹井祥》 《舉計》 是啊 你看不看 《三次純屎》我就不要說了 是這個改編指的《東野歸吾》的作法 《三次純屎》不是問題的 他欠了哪一次他用認真拍戲你不知道 從上次那個見過新的小強車 要倒大小這樣 是啊 我想鷹井祥的粉絲 或者廣大力的粉絲應該都會入的 另外一套日本片《貓之Cafe》 《明威》 他說好像是給日本早上的 在香港早上的 貓迷 通常給原產地早就未必有好結果 我不知道 但是作為貓迷 我看到裡面有貓我有點興奮 好啦 繼續 有一套香港片叫《女王撞到精》 是《欣柏榮》的新作品 她之前是不是拍什麼 《舊薑青豆腐》 是啊 這次就不是林榮晶 是娜姐 她每次選的女主角都可以 還有一套我們不記得介紹的 叫《魔中奇幻屋》 《魔中奇幻屋》 是一個鎊鎊的導演 就是《夜伴侶敲門》 不是 她之前拍過 還有《阿馬遜吃人肉》 今次她拍到 都挺主流的 就是那一篇最有些繪本的作品 看到是她撿到 我都覺得有些惡言 改邪歸整 莫非她 那又不是 什麼都試一下 做導演 三次從事都拍過這個 《忍辱亂太郎》 是不是 有什麼奇怪 那好吧 這個禮拜講起差不多了 那下個禮拜我們再講 拜拜